命礼合婚 这个是一个 在命礼界里面非常热门一个项目 大家总是希望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KL周先生 你们好 但是各位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 真的命礼合婚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网路上我看到的一个 还要说男朋友88年属龙 他是94年属狗的 八字不合真的不能结婚吗 他的家人非常信这个 谁能帮他算一下他的一个状况 各位 他这个不是什么八字 就是一个生肖上的六冲 日历你好 西歪你好 班长来了 班长拍拍手 那来说他这个只是单纯的一个生肖 那就是陈旭聪嘛 陈旭聪就是六冲 那各位命礼没有到那么简单 六冲就不好 没有到那么简单 因为他毕竟生肖只是四处当中的一柱而已 那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离婚率 差不多快五成 也就说每结婚 两对就有一对要离婚 那这时候 我就要问你们啊 请问离婚的都该死哦 都没有去合八字 所以没有合八字 这一些没有离婚的都是没有合八字的 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是不是这样子 你一定会觉得老师是在开玩笑吗 就算合了八字 也一样会导致婚姻不好 我在之前 我也有遇过 他的来讲说 他的 他跟他老公都是命礼师合过的 说什么 我们非常非常的合 可是他却出现了 他觉得这个婚姻非常非常的痛 他出现这一种情况 他非常想离婚 但是因为已经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没办法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一件事 其实我常常在跟你们讲说 什么都可以算 但是婚姻这种东西 你绝对不要用八字来算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了 为什么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就这样子碰在一起 然后他会产生好感 陈建平你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当时候 他们的八字是最合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两个非常的 麻吉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讲的热恋期 但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这些结过分的 请问热恋期 当你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候 请问热恋期 他能够维持多久 你们都会说 老师没有很久 那我再想要请问一下 好了 你现在跟你另外一半结婚了 你跟你另外一半结婚了 请问你们还能够回得去 像刚开始认识的那时候那样吗 有可能吗 各位 你们就会觉得 老师 他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太可能再回到 还不大 不太可能再回到 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那一种的激情 就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八字跟他的八字 这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 在婚姻的这一个角度 来跟你们讲的话 在八字 他会跟你讲说 其实婚姻都会变成怎样 到最后就是要靠两个人 去努力经营 绝对不是一个八字盒 就天下无敌 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男生遇到破财 女生遇到破关 男女呢 日主受克 这一种情况 这一种情况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婚姻上 会出现有问题的时候 季友喽你好 这个就是你会出现 婚姻上会出现有问题的时候 各位 难道你都碰不到吗 难道男生你永远不会碰到破财 日主受克吗 那在座的各位 难道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破关 日主受克吗 都碰得到 我们人生这一种情况 时常碰到 了不了解 我们人生是时常碰到这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时常碰到这一种现象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知道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三天一小潮 五天一大潮 金子安妙 对不对 三天一小潮 五天一大潮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不要把感情 永远把他想坐在热恋时期 那个就只有那一阵子而已 接下来 拳他脚踢的 对不对 世界大战 所以你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感情 并不像爱情小说所写的那样 他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 而且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一定会怎样 必经的这一种的状况 没有人不会经历过 没有人不会经历过 男生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个 女生你也会经历过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经的一个过程 所以既然是必经的一个过程 这时候就绝对不要用命理来 来去找说 到底对方跟我合不合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真命天子 或者是我的真命天子 这一件事在八字的角度 他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那好不容易呢 让你们两个天地间这么大 唯独就你们两个碰在一起 认识了 那各位 当你们有缘结成了婚姻以后 这时候各位 你们要学会的是什么 因为毕竟你们两个人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那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观念 那我都跟你讲 妈 就算是相同的家庭 兄弟姐妹观念都不太一样 那更何况是不同的家庭 手术的教育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你是不可能 所有事 你们两个都会有一致性的看法 你们总是会有什么 起不同看法的时候 这时候会起冲突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毕竟你们两个不是一模一样的人 了不要解 你们两个不是一模一样 你有你的看法 他有他的一个看法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的时候 当然你先看看 在这一种情况的时候 各位两人如何去找出互相相处的 这个方式 那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候已经不是靠八字了 因为各位你们在吵架的时候 你们在吵架的时候 请问你会有理性吗 在气头上恨不得吗 一把刀把对方干掉 对不对 那是男生 女生恨不得 虽然戾气 可能拿一把刀干掉不他 最好在妈美餐里面下毒 毒死他 那时候的你们 对不对 你们那时候一定是这一种的心态 要不要解 你们的心态一定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生气的 那最重要的是 吵架 那是无可避免的事 重点是事后 吵完了事后的状况 事后的状况该怎么办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去看那些 所谓的这一些结婚三四十年的 白法族 淫法族的牵手三四十年 难道他们是好三四十年 从来没吵过架吗 我跟你讲 人们打架都有可能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做那么久的婚姻 到最后 其实不外乎就是 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你量对方而已 所以各位 在婚姻这一块 为什么 你假如看我的服务项目里面 你假如看我服务项目里面 并没有八字合婚这一块 我没有八字合婚这一块 原因就是这样 原因 我们都知道 这个都一定碰得到的 碰得到的情况下 其实就表示说 没有永远相合的两个八字 只有短暂的相合 只有短暂的相合 所以为什么会有婚外企 因为你的八字 跟你的另外一半 短暂相合以后 开始又因为大运流年转变了 不合了 恢复到正常模式了 这时候设定 你的生命中 又突然碰到了另外一个 跟你八字 短暂时间 又合的一种现象 又合的一种现象 结果 那时候又勾动了你的一个情感 所以各位你就会了解到 其实人跟人之间 就是会有一股所谓的气场 会互相的吸引 会有气场互相的吸引 其实就以我本能来讲 我吸引了 我吸引的是怎样 我吸引的大多数都是八字 要金要水的为主 你们假如有在批命 你们去看一下 你给客人的用神 我给客人的用神 只有七成都是金水 遇到木的 火的 土的 非常非常少 那也就是代表说 我本身我比较吸引的 是用神金跟水的这一块 所以当你八字需要金跟水的时候 你看到中荣义 就会怎样 要扑过来 二虎扑羊 把老师吃掉 觉得老师非常的好吃 像新鲜的肉一样 非常的吸引你 但是你假如是八字要木的 要火的 要土的 看到老师 他妈的 你这个人就不要出现在我前面了 看了就烦 这就是什么 我们会吸引 了不了解 我们会吸引某一个五行的人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你绝对不可能是万人迷 你不要想太多 你绝对不可能是万人 你想一想 这一些天王巨星 刘德华 蔡依林 万每个都万人迷 请问有没有人讨厌他讨厌死 张慧妹前几天 对不对 开演唱会 妈还被人家说 不要再开演唱会了 讨厌死 各位 很正常啊 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的 了不了解 你不可能 所有人都喜欢你 一定会有讨厌 所以各位 不要把自己想做是万人迷 尤其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一块 很多人学了命理以后 他没有去发觉到这一件事 他没有发觉到这一件事 他认为他可以救世 你知道吗 救济世间所有人 因为我懂命理 所以我可以把所有人都救起来 各位 这一件事是不可 因为八字有和跟不和的 这一种的属性 你不喜欢你的人 跟你说他第一次看到你 他就很讨厌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简单的讲 另外一个 佛祖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佛祖 这个受众人敬仰 我问你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你以为他万人迷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你以为他万人迷 时常妈的有人要暗杀他 那就是因为有些人很讨厌他 所以才会 各位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一些佛教的庙里面 会看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的这一个像 那五百罗汉是干啥 这五百罗汉是 就是当时候佛祖在世的时候 他的信徒当中 功夫比较好的 保护佛祖的贴身保镖 了不了解 那是佛祖的贴身保镖 不然佛祖在世的时候 一堆人要谋杀他 他不是被人家传承说 和蔼可亲吗 可以度化世人吗 连佛祖都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更何况是你呢 对不对 更何况是你呢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其实我们的人 都有所谓的和与不和 那来说 除了和与不和这一种情况以外 还有我们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我们还会遇到这一种情况 还会遇到这一种情况 所以其实人跟人的相处 你都会觉得 以前的好朋友现在变敌人 以前的敌人现在变好朋友 常有的事 所以你不要说人性 你不要说人性好难搞 其实不在人性的后面 有一个所谓的这一种 看不见的力量 他其实也是会去推的 也会有这一个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到 你并不可能是万人 所以你一定在这个社会里面 会有喜欢你的 也会有讨厌你的 而这一种东西 还会随著你本身大运的改变 流年的改变 你本身可能在某一时期 突然变得非常受某一个五行喜欢 然后在某一个段时间 又突然变成是某一种 另外一个五行 特别喜欢你 五尾熊 五尾熊什么时候跑出来了 五尾熊那麽压力大 只看他肚子大而已 我要压力大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各位你就要了解 你就要了解说 人跟人的相处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一味的 去讨好对方 你了解 你去讨好对方 对方就一定会吃你这一套 他假如呢 他假如是真的很讨厌你 就是那八字完全 他可能要 他的祭神可能是水 结果你身上的水 特别特别旺的时候 他看到你 就像是冤亲债主一样 很多很多这一种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你看到一见如故 可是有一些人 你一看到 简直 不想打死都不想再看见他 可是你也说不出来那一种干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在背后的秘密就有这一个在影响 所以同样的状况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相处 他的五行气也是一样会在变化 他在变化的这一个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 你希望他喜欢他那个身上的气 有的时候你也是很讨厌他身上的气 有的时候就普普通通 同样的 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会有这一种情况 了不了解 你的另外一半也会有这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 你们就了解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冥冥之中 在八字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力量 所以 当你了解了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会对于一些人际关系 你就会看得比较开 我又没有闹到他 他为什么会那么讨厌我呢 你就想可能我八字跟他不合 人家讲的八字不合 可能短暂 因为我也没有去犯到他 为什么这一个人 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觉得好亲切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在八字上会产生的一个现象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不会很固定 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国小时候的好朋友 你国中时候的好朋友 你高中时候的好朋友 还有你大学时候的好朋友 请问到现在 你还有再跟几个人联络 你到现在还有跟几个人联络 少之又少了啦 要不要解 很少很少 可是当时候你跟他那么要好 富兰克林来了 给富兰克林拍拍手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每一个时期都有所谓的好朋友 为什么他不是跟你永久的 好像我小学的好朋友 我到了国中以后 就没有再联络了 我国中的十党 上了大学以后 就没有再联络了 有好多好多都是这样 为什么 各位 那时候你跟他不是非常非常好吗 那可是为什么到最后 却又没有在一起 其实也是这个情况 其实也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在八字里面 他会形成的一种现象 了不了解 这个是八字里面 背后会形成的一种情况 所以你就要记得一件事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你不可能是万人民 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会讨厌 这事不变的道理 小宝好久不见了 所以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命理合婚 从命理合婚当中去了解说 其实我们身上的五行器 是随时会改变的 那一旦改变的情况下 他就会影响到你四周的记忆关系 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 好